随着战争形势的升级 各个国家的军事装备也是越来越多样化 就拿战斗机这种装备来说 战斗机满天飞已经不再是一件让人感到十分新奇的事情了 不过有关战斗机的一些配置问题还是值得让人关注的 可能有的人就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 战斗机在作战时一般都是两架战机组成一组 这其中的缘由不免让人好奇 想必很多人都知道战斗机上一般都只有一名飞机 这是出于培养飞行员所需要的高昂的成本问题考虑的 尽管战斗机的速度很快 配备了现代化的作战设备 但是一人一击的组合在实际作战情况中也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为了保证把损失降低到最小 两架战斗机一起作战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两个飞行员可以互相充当彼此的保护伞 一方在向敌人发起进攻时 另一个飞行员就可以帮助其监测周围的敌情 这样就有利于防止敌方的突然袭击了 这样一来可能有的人会认为多架战斗机组合在一起 战斗力岂不是会大大增强 其实不然战斗机组合的数量并不是越多就越有利于作战 从指挥的协调性方面来讲 战斗机编队的数量过多会加重指挥负担 此外如果编队数量过多很容易成为敌人击中的目标 由此可见两架战斗机的组合方式是最佳的选择